跨年元旦連假苗栗這處露營區 卻在官網發佈道歉聲明 宣告無限期停止營業 因為連假第一天 不幸發生父子雙雙溺水於齒 阿公悲從中來 萬萬沒想到家庭旅遊發生意外 一次痛失兒子 孫子 兩位子親 這家人住彰化 年輕夫妻倆 都在臺中上班 先生是工程師 做AI 大數據相關工作 太太在幼兒園上班 小孩才三歲 一家床廠外出露營 萬萬沒想到卻在露營區釣魚 父子喪命 苗栗縣內共有三百二十六間露營場 目前合法僅有十四間 而通過許可的也只有五間 這家出事的露營場 原來是農場 卻改成露營區 非法經營 除深感自責並檢討 以通知辦理退訂 不希望再有意外發生 記者 中正嫻 劉原斌 黃山苗栗採訪報導